来大家接着看啊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搞定了基本的命令行的操作了 是吧 那么我们想要去执行一个命令呢 通常都要去该命令所在的目录下 这个肯定是必须的 那就好像我们呢 切换到了图形化界面的这个什么 JDK的JDK1.6版本的并目录下 在这里边我们执行一个命令一样 那么到这里边也是一样 来一个家伙随意回车 对吧 但是这种做法呢 它稍微的局限性就是说 这个命令呢 它必须的怎么样啊 这个命令它是必须的先进到这个目录下才能执行啊 听明白了吧 这个是它的局限性 那么我们希望什么呢 我们希望的是说 这个工具呀 它能在任意目录下 它都能被执行起来 这个我们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能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在任意目录下都能执行起来 这样我们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那么关键是这怎么做呢 就好像我举个例子 咱不说家伙都可以 对吧 大家有可能都听说过这种命令 叫什么呢 Not paid 听说过吗 对这个命令呢 是记事本命令 大家我一回车呢 你看 是不是打开的是我们一个以前 经常看到的记事本软件呀 是吧 记事本命令 那为什么说 我们在这个目录下 我们敲出这么一个记事本命令 它就打开了这本程序呢 这个被目录下 有这命令吗 是没有啊 大家更文贵的来了 是吧 我问切完什么 切回 切回C盘下 在里边我们再来个什么 Not paid 一回车 是不是也可以呀 这是我们纠结的地方 叫做 这命令 这命令怎么在哪 输入都能用啊 这是吧 难道这些目录下 都有这个命令吗 不 不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想 生一个效果 叫做 我想在任何目录下 怎么样啊 都能 执行 某些 应用程序 目的是为什么呢 对于加网而言 大家都知道 我们写好的一些 加网程序 他们需要被操作的情况下 这些程序的目录 是不确定啊 对吧 如果在任何目录下 是吧 那么我们想要去使用工具的话呢 就必须能在任何目录下 都能使用这个工具 去操作已有的加网程序 那么接下来 怎么完成这个动作呢 大家 这里边说一个小原理 那 这个里边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还是这个not paid 这个命令好了 我在这个目录下去执行 或者叫做我在地盘下 这随便啊 这无所谓 在地盘下 来一个not paid 那 当我们一回车的时候 大家注意听 他先要在地盘这个目录下 是吧 或者叫当前目录下 去找你 这个目录里边 有没有名称为not paid的应用程序 是吧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地盘肯定没有啊 对吧 在我地盘里边肯定没有的 我们打开一下 打开地盘 大家看 是没有啊 对吧 那你没有人怎么办呢 注意他还去另外一个地方找 那 这个地方是哪呢 大家 这个地方就是他到系统里边配置好的一个内容 去找这个命令 是否存在 那 这个内容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环境变量 等我慢点操作啊 在我的电脑 右键 属性 那 高级 这里边是个环境变量啊 是吧 注意了哈 老师 你这是干嘛呀 是吧 我现在只是在操作windows 听明白吧 我在操作我的电脑中 属性面板当中的一个标签 高级标签 这里边有我们要用的一点小东西 叫做环境变量 那我们点一下在一个打开的对话框当中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样啊 这里边系统级的变量有很多 其中有一个什么要用的 这什么 pass 那 说老师pass什么意思啊 这是路径的意思 它里边存放的 注意听 这个pass里边存放的都是 系统中应用程序所在的路径 那应用程序所在的路径 那我们来点一下编辑 把这个东西啊 复制下来 我们看一下 那打开一个什么呀 打开一个文档吧 是吧 这里边我们用一个编辑器 大家我们粘贴一下 大家看 这个就是它里边所存放的一些具体的值 那这些值里边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能看懂吗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大家都可能看见稍微有点费劲 但是无所谓 给大家讲讲就明白了 这个叫做SysTerms系统的意思 root是根的意思 听明白了吧 系统的根目录 下面的SysTerms32这个文件讲 听明白了吧 大家可能会疑我说老师啥在系统的目录啊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C盘的Windows目录 听明白了吧 这不是系统目录吗 对不对 这都知道是吧 打开以后大家发现 里边是不是有个SysTerms32目录啊 对不对 打开它以后 这里边大家看 这里边是不是有很多的命令啊 大家可以看 这些命令当中 有没有一个我们经常要使用到的命令呢 大家 本来我想找个什么来着 我想找一个我那个已有的那个叫做 这呢 看到吧 Nordpad一双击打开 是G这本程序吧 OK 那么大家发现原来金日本程序 是不是 dirift上啊 对的 大家 那为什么我能在任何目录下都能找得到呢 那是因为 大家在我们的 各地的命令行当中 或者控制台当中 我们输入这命令以后 如果在当前目录没有找到 系统 它会在 这个 pass环境变量中 继续去查找 有没有这个命令 这个行动吧 老师再说一遍 正常来讲 我们在地盘下去执行 一个应用程序 首先得保证 这个应用程序 是不是应该在地盘有 对吧 他会去执行 可是如果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的话 他还会再做一些事情 他不会去报错 不知道做什么事情 他会去说 在系统已有的 PASS环境变量当中 去查找这个路径 看这个路径里边 有没有你要找的 执行程序 如果这里边也没有 怎么样 这里边也没有 就真报错了 听懂回事啊 那就是真没有 是这么回事 OK 那么基于这个原理 大家你们有什么想法啊 那么大家注意看了 我之前是在 看的啊 我之前 等会儿 我把这个删了 我之前是在这个 E盘的JDK的BIM目录下 我敲了一次JavaC一回车 大家看 是不是执行了呀 因为命令在该目录下 可是如果我退回到根目录去 我再敲一次JavaC 挂一回车 这是不挂了 是的 大家 首先 他在当前目录下 没有找到JavaC.EFC这文件 紧跟着 他就去这个指定了什么 系统的路径当中 去找有没有这个文件 可是是不是也没有啊 是的 没有的话呢 他就提示你说 这个东西啊 他既不是Windows的内部的命令 也不是什么 那个安装在Windows中的命令 听闻了吗 都不是 就这意思 现在明白了吧 OK了 那么接下来 我想在任何目录下 都想用这个JavaC 怎么做呀 大家 注意听 之前呢 是我们自己找到这个命令 自己用 现在怎么样 现在是 我们不想天天找这个命令 我们将 这个要使用的命令 所在的目录 告诉Windows 听懂了吧 告诉完以后 我下回要用的时候 是不是要Windows 帮我去找啊 对不对 我就不需要去找了嘛 什么一盘的J 多麻烦呀 我任意帮我用 都可以用 用什么呀 Windows帮我去找 是不是更方便 但是他帮我找的 有前提 是不是之前 我先得把我要用的东西的位置 先告诉他呀 是吧 告诉他这个动作 就叫做 配置 环境变量 听懂了吧 他本身有一个专门存放应用程序路径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环境变量 听懂了吧 哎 我们就把咱的值呢 也告诉他 就完了 说老师真行吗 这个 注意看 取消掉啊 重新做一遍 现在怎么着 我是不是把人说就告诉他 对吧 怎么告诉呢 注意看 右键 属性 高级 环境灭量 那这个是图画机面操作的啊 编辑 打开它 注意看 千万不要把它删掉 听没了吧 这是系统里边自带的一些内容 你删掉以后呢 有可能有些用程序吧 你直接启动 启动不起来 点注他 大家 哎 这有光标闪动了吧 把光标尽量向前挪 挪到最前面来 或者点后面键也可以 OK 大家保证光标在这个值的最前端 听懂了吧 OK 那么我要把我刚才使用那个 加把工具所在的路径 放到这边来 怎么放啊 双机我电脑 打开JDK 找找你的安装目录 JDKJDK6来个PIN 大家看 是路径吗 咔 一个复制 听懂了吧 哎 注意 温七的哥们 你只要打你的地址 空白数点一下 就能出现一个路径 听门吧 OK 把它一个复制 复制完整怎么样 到这个里边来 把光标放在最前头 不用多说 怎么办呀 粘贴 大家记住了 如果你这么粘贴 注意看啊 你咔这么一粘贴 大家 是不是造成了 你的这个路径 和他的这个路径 变成了一个呀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呀 所以你是不是得给它 分隔开呀 听明白了吧 这个分号叫做路径 分隔符 它可以加入多个路径 大家这是路径 这是来用的叫 是的 大家 那么紧跟着呢 这里边我要加入一个什么 加入一个路径 分隔符 分号 记住别点错了 你按着整个冒号 就飞飞了 懂我意思吧 冒号分号 我给你讲 不太容易区分 在这里边 听见了吗 这根本怎么样 啊 冒号 看到了吗 数分容易区分 是吧 就小心点啊 就这意思 好了 不啰嗦 点个确定 再点一个确定 再点个确定 这就叫做 将加了工具所在路径 告诉了Windows系统 那么接着说什么呀 老师这样告诉完了 那就不客气了 是不是这样 加了C一下嘛 卡一回车 看到了吗 没行 大家注意了啊 回到家做这演示的时候 记住大家 你一旦做完了环境变量配置 记住 这个命令行 是不是在环境变量配置前开启的呀 他根本不知道你后期做的设置 懂得家 你想要验证是不是配置成功 你应该把这命令行关了 你得新开一个配置后的命令行程序 先懂了吧 哎 打开以后 大家看 我就在C盘下怎么样了 挑一个加哇C 哗一回车 能用了吧 对吧 大家 首先大家就知道 这一目录下是没有加哇C的命令 对吧 可是他却去Windows当中的PASS环境变量里边找这命令 都录进去了 找什么 找到了 因为我配置过了嘛 所以就执行了 那么大家 我切到一盘一下 大家再来了 加哇C 是不是都能用了 听得到吗 加 搞定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环境变量的配置 注意听 这种配置方式 大家是一劳永逸的配置方式 配置一次以后就不用再改变了 能明白吧 比较方便 那这是比较方便的方式 所以呢 大家 我们搭建环境 所以听 简单总结一下 搭建一个加哇 环境分这么几步 第一步 叫在下载并安装 第二步叫做配置环境变量 第三步叫做打开到四命令行 输入加哇C这个工具进行验证 如果打开的是 如果展现的是 加哇C这工具的参数信息 说明该工具可以使用 环境搭建成功 听到大家 记住大家 如果这里边我还蹦的是 加哇C不是内部或者外部命令 我告诉你说 百分之百是你环境变量出现问题了 那没了吧 环境变量出现问题了 这样就好改了吗 是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什么 小经验 回到家在住的时候呢 要小心这块就可以了 那如果再看到不是内部外部命令的话 回去看看你的环境变量 是不是出问题了 说老师我没配置错呀 那就你重新开个道村口 再试一下就OK了 好吧 到这呢就说一下环境变量的问题 到这搭建环境搞定 然后呢 然后呢 下词